说到泰国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妖娆艳丽的人妖 还是各种狗血的泰剧 泰国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今天球哥就得大家来了解了解 泰国旧城陷罗首都曼谷 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国家 国土51.3万平方千米 总人口数为6617万 全国95%的人信仰佛教 因为信仰的缘故 多数泰国人都很平和 脸上画着真诚的微笑 周末睽睽之下 与人争执咄咄逼人的表现 会被泰国人认为是可耻的 所以你若是想到泰国 看到泰局中撕逼的模样 真的是有点难 而且泰国的男性都要出家 去做几个月或者几年的和尚 在泰国 如果一个男性一生中 没有当过和尚 不但亲朋好友看不起他 就连找对象都非常困难 男性到了年龄必须出家 多则三五年少得三个月 所有人都必须这样 就连国王也不能例外 泰国人非常尊敬国王 不要当着他们的面 去议论国王的画边新闻 这是不尊重人的表现 泰国早晚还播放国王赞歌 这时候不要走动和说话 否则就是对国王不敬 泰国电影院播放电影前 通常会有一段 皇室宣传片 这时 影院里所有的人 都会站起来双手合十 以表示自己对皇室的尊敬 这种场景 也会出现在泰国地铁站中 刚出地铁站 突然所有人都不动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泰国的所有泰国人 只要听到骨骼 都必须要原地保持肃力 他们不担心工作迟到吗 放心 泰国人的时间观念 淡泊的离谱 他们做什么都是漫游游的 最常说的话呢 就是 哦别担心 漫漫了阿姨 中国人约会迟到五分钟 对方能够表示谅计 但是如果迟到半个小时 那就是黛曼的意思 泰国则完全没有这个观念 与泰国人约会迟到半个小时 那都算得上是提前到了 迟到一个小时才是常态 泰国人生活的慢悠悠 但私家车的速度 却开出了飙车的水平 当地的交通法规也简单 超速罚钱就行了 金额也不多 最多处罚100人民币 泰国人的假期多到离谱 如果算上周末 一年120多天都在放假 这点还在调求的 我们真是望尘莫迹啊 泰国的物价非常便宜 大串的烤肉4块钱 特色小吃2块钱左右 金枕榴莲 23块钱一公斤 山竹7块钱一公斤 在泰国呢 你可以清净增松 就实现水果自由 泰国的各种特色美食 以酸 辣 甜 凉为主 生烟的海鲜都比较辣 泰国的饮品离不开冰 咖啡 奶茶也都是满满的冰 总体来说 泰国美食还是符合我们中国味的 享受完美食酒店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泰国酒店的马桶是盖着的 使用之前先不要打开 一定要先冲一下再用 因为地理气候的缘故 泰国蛇虫属一箱的角度 他们会顺着管道各种地物的 泰国就曾发生过多次 蛇虫咬人事件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除此之外 泰国人还有什么禁忌呢 在泰国 有人递给你东西 千万不要随便接过去 也不要直接往嘴里放 解了 你就是待在地飞样 被宰多少那就看你的能力了 和泰国朋友一起吃饭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结账 指负你自己的就可以了 泰国不盛行拉扯文化 大家都默认是AA制 在结账看到漂亮的美女 也不要随意搭讪 你并不能确定她的性别 这要是弄错了 你是选择灰溜溜的走呢 还是硬着头皮接触呢 除了性别沉迷的美女 路边好看的喇叭花也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千万不要伸手去触碰 她是曼陀罗 还有剧毒物 泰国虽然衣着自由 但有些场合还是要注意 大街 酒吧 吊带短裤随意 但是一进入寺庙 上身衣物不能露手臂 裤子长度得再膝盖一下 更严格的是王室区域 必须身穿长衣长裤 对僧人也要保持一定距离 女像不可以触碰僧人 即使是握手也不被允许 在路上遇到花园的僧人 最好不要直接给钱 这会破坏僧人的戒律 泰国打招呼喜欢双手合十 在他们的文化中 这是一种很礼貌的表现 如果当地人这样招呼你 你也可以双手合十回应 在与泰国朋友往来时 一定不要碰他们的头 泰国人认为 头不是人最神圣的地方 情意不能触碰 影视剧里的各种魔头杀 到了泰国想都不要想 泰国的理发师 在工作前都要对客人说 对不起 与别人传递东西时 高度也不可以超过头 否则就是侵蚀他人的表现 哎 入乡随所 去泰国玩还是多注意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让你发起来的小手 给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